來 我跟你講 忠實觀眾勞力真的很大 要怎麼樣挖新東西出來有沒有 你一定要給玉子姐 沒聽過的一些刺激 這應該是小孩子 送給我的朋友 他大概是要想讓我做紀念 不是要讓我帶 可是我以前很瘦 以前四十六公斤 年輕的時候 四十六公斤 這是我一個好朋友 他就是我們以前要上班以前 我們會去受訓練 受訓練的時候 他是高雄人 我們一起受訓 住個一個禮拜 這樣他就是 我們就交上一個朋友了 然後後來他要參加聯考 參加那個臺北的聯考 就來住我們家 不曉得住幾天我忘記了 然後後來他 我們 如果說他上臺北 我也會請他 我後來我去高雄 也有去找他 然後有一年就是剛開放大陸探親 不是探親 大陸旅遊 他去大陸旅遊回來 就送我這個 所以等於是朋友送的 那個時候你有沒有想說 這會很貴重啊 擔心要放位 這幾十年前的事情 很多年前 大概民國 反正我們開放的 大概七十幾年的時候吧 滿久的 滿久的 那給我以後 我一直放保管箱 那時候很多好東西 那時候的東西很多 因為這個朋友算是好朋友 你看我們大群毛家看那麼久 你覺得自己評估一下 這個手環你覺得 因為朋友送的 也不知道多少錢嘛 對不對 你自己也要多少錢 他當時買應該是便宜 那時候大家不是流行很綠嗎 可是他因為他們家也滿有錢的 我在想他也不會買很便宜 所以你覺得應該是多少 他送我小孩子那種玩具 那時候我看玩具一套買起來 一千多再送我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三五萬 大概有吧 應該有 三萬有沒有 我不知道 我沒有概念耶 我這種sense 回到差不多三十幾年前 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臺灣人到大陸去旅遊 大約也是這樣子 那時候的匯率一比三了 所以花個一萬塊人民幣 我覺得是多了 就台幣的三萬 不得了 萬元戶 所以應該不會花那麼多 他可能大約一千塊 兩千塊人民幣 我認為是有的 但是東西 對不對 A還是B 這個價格大概就會差很大 阿姨對他有信心 阿姨覺得這A股沒有問題 不知道 來 還很相信朋友的一個誠心 是 我們也幫你評估一下 好的 價值有沒有三五萬呢 請請價 他就是漁獲囉 他是一種叫做 可是他那個盒子是寫萊萃耶 我確定不是寫萊萃 我簡單的教你 不是 讓你戴啦 來 手掌一下 來 你盯看看 很輕耶 要盪著丟下 我看看 很輕耶 就是輕耶 你看看 這個是要看重跟輕 因為它比重很輕 它寫萊萃比重比較重 所以有三點三多 這個比較輕 二點多 它是秀玉 它是一種叫做 蛇紋石 在礦物學叫 透蛇紋石 叫Seventeen的這個礦物 然後它有很多的白棉 這個綿蝶 有啊 有啊 現在的年輕人看到 綿蝶 木拿 對...講得很像 但是因為比重 摺射率都不一樣 再看看這個照片 你看 很多這個點 這個是在蛇紋石裡面 一個很特殊的鑑定 最近很多人會誤會把這個當作 是軟玉也好啦 是什麼什麼也好啦 也會當作是木拿種的翡翠 那這個顏色就有點像說 淡淡的黃綠黃綠的 翡翠也有啊 對 這個顏色滿漂亮的 它的特徵都很符合 我們直接講 那讓你猜 假如今天這個是一個翡翠A貨 它的手 它的大約要多少錢 至少五萬嘛 我說的 不計 二十萬 二十萬 四倍 真的跟價值差不多 不是價值啦 太用了 那是蛇紋石 那個是真的翡翠 對... 所以沒關係 這樣其實有時候 朋友如果送這樣的東西 我們壓力也不會太大 對啊 很大啦 就真的是 壓力就不會太大了 一個禮物 一個心意 好 再來紅寶 你看看這個套組 我覺得這個不得了了 這個紅很美 這個感帶出來 非富即貴 而且你看旁邊都是 每一個真的是金工 真的是金工 來 阿姨當初怎麼會想要買 這個紅寶石套組 因為你都是有大事情的時候 就會買套組 對 反正就是婚禮啦 婚禮 要不然就是我嫁女兒 要不然就是我妹妹嫁女兒 那這一套 哥哥嫁女兒 一定是你嫁女兒 嫁兒 娶媳婦 我現在也想不起來了 對 我是記得就是 就是帶紅的這一套一次 然後剛才這種的 跟那個綠綠的又一次 對 就是家裡的大事 對 是二十幾年前 反正就是那時候 也是在衡陽街的那個 眼皇親戚那邊買的 也是剛剛那個第一個藍寶 那個親戚開的 也是說多少錢就買多少錢 我也都不出價 那親戚怎麼好出價呢 他開多少 我當時是買這一套 我記得買三十萬 那時候我就也不知道 是什麼要哪裡的紅寶什麼 只看說這個樣子好看 大大的我喜歡 因為那個時候 還沒有大群寶家 你不知道什麼什麼 緬甸紅寶啦 還是泰國來的 還是有沒有歌詞 都會聽到什麼假的啦 什麼燒的啦 新燒法二度商 皮皮剃 對啊 聽到新燒法就剉... 我肯定先肯定跟你講 歌雪紅 原色是歌雪紅 對啊 可是是真的 歌雪紅嗎 他還沒有辦法告訴你 上課有在認真的 還沒有現價的時候 他都不能告訴你 老師都會故意這樣 有時候想得都氣氧太大 要摸清你的套路 套路都被他摸清了對不對 因為忠實觀眾就是這樣 重播再看YouTube上也要看 這個差不多有幾顆啦 這個兩顆蠟燜 所以那個藍寶是三顆啦 這個兩顆蠟燜 而且大手筆耶 你那時候買 等於那個是應該是先買吧 對 都同一家買 越買越大膽 好像先買那個 那再後來 後來又有喜事了 我就買這一套 台灣早期 在台北市高階的珠寶店 第一名的就是衡陽路 衡陽路 第二名的才是那個 中心診所後面 中心診所後面 就是會比較高啦 會比較偏高價格來 所以你如果說買三十萬 算買便宜啦 算買便宜 聽到這句話就透懂啊 我曉得有沒有記錯啦 反正我常常 這個都一買人就忘記了 這個我有時候吃飯也會帶 來帶一下我看看 我有時候就這樣出門 一個白鑽 一個紅鮑 你看 還可以跟那個 配在一對 而且你看 一隻阿姨的手 很白 跟蛋白一樣白 我現在手是算賣 斑點那麼多 她在這個歲數 已經很漂亮耶 你看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以前上班是說真的 別的樓層人 都特別來看我的手 不是玉筍啦 白玉筍 這是真的 白玉筍 可是現在老了 你看看 不會啦 我跟你講 以前真的白玉筍啊 現在還是白玉筍 常常有人跑來看這樣子 孤瑜從我旁邊座位 這樣走過去 就是要看這兩隻手 你看看 這遺傳是媽媽啦 媽媽手腳都非常漂亮 玉子姐如果帶這一套紅寶 去菜市場 對 那如果說高雷菜一斤三十塊 我告訴你 加白玉筍 我告訴你 這一套紅寶是記憶好不好 對 我們剛剛都講的 我就是總共才這些啦 我的珠寶全部獻出來 我總共才這些啦 對 您不要忘字北部了 搞不好還滿多的 對 真的 我們有歡迎你下次再來 對啊 好不好 把那些所有的家裡的 壓箱寶都帶來 再帶來的話 媽媽就是帶那個古董 我媽媽的架裝 那也沒有問題 都沒有 真是有兩種真教授啊 那個紅寶很大 我相信可能是假的 可是那個做工太美了 好 沒關係 我們有真教授 媽媽那時候自己賺錢 自己就買最好的 所以你看 她就說東西不要買過 就掉出來 她家裡還有很多東西 真的 我們今天先買 但是買好的 不要買便宜 貴一點 買好一點 剛剛感激生機 我們今天你看你帶來的 我們是不是都要幫你建價 謝謝 也沒有落高 從基隆 沒有 從基隆還沒有建 對啊 所以我們 現在要幫你建 然後做結束 謝謝 這樣不會失望了 這樣就不會失望了 這樣觀眾也不會失望 我也不會失望 對啊 你看我們為了你 五點五十五分有準 沒有 你六點下班 對不對 然後七點趕回去看 大尋寶家 而且我們錄影的今天 是禮拜二是新的 對不對 是不會新的 趕緊幫你評估一下 這個歌詞 紅寶石 請建架 二十八萬元 好 差一點點 差不多耶 差一點點 還行耶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歌血紅 現在是要太少 顏色很美 綿電廠的 天然的 雖然它是有加熱處理的 有加熱 對 但是沒關係 這個腳裡面有加熱 就變一顆 就兩萬塊米金了 很貴 但是早期沒有這個概念 但是這幾年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 開始就有那種 所謂的叫做 無燒的紅寶 藍寶 大家會注目 那以前呢 當然沒辦法 這是時代的背景 但是你也不要覺得有心虛 或覺得不舒服 它時代就是如此 那最主要是紅寶石 你買得好 這歌血紅 很漂亮 這個標準的歌血紅 各一個 然後 戴在手上真的好好看 對 所以這個戒指差不多 現在比較大塊 你看 這個十六萬元 這個十六萬 對 然後這一對差不多 十二萬元左右 十二萬 對 所以我本來是想 這個十五萬 這個十五萬 所以這個是你說多少 這差不多十六萬 十六萬 因為比較小 是 大小的問題 我覺得上課是很厲害 有認真 今天熟考都滿分耶 我們老師的表現 我們應該也沒有讓你失望 我們很好勝 好賞 可以拿 打一百分 真的喔 玉子阿姨開心 最重要 也恭喜玉子阿姨 下次再來玩 謝謝你 謝謝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